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DangCi Channel 今天我們就來開箱這個新的Pick Design袋 首先這個袋是Pick Design everyday pack pack version 2 今年2年9月11月才出的 很感謝香港Pick Design的代理給了這個袋 開箱和一個簡單的介紹給大家 首先聽說這個袋子的包裝跟Version 1不一樣 Version 2變成膠袋 整個設計當它給到我的時候 就像淘寶那些產品的速遞包裝 這個就有Pick Design的logo 這個袋子是黑色來的 20L 即是20L 為什麼選20L不選30L呢 因為30L其實真的很大 我個人認為大部分情況之下 在輕便或者裝東西實用的起鍵 20L已經夠用了 30L可能有很多鏡頭 但有很多相機 這麼大 所以為什麼選20L呢 就是因為它夠輕一點 它是會小一點 因為你看看袋子已經很重 好 首先我們就在這裡開 這裡有些虛痕 你可以這樣問我 這樣撕的 這樣貼得很緊 這個位置 然後另一邊撕先 OK 原來呢 不是撕下面這個膠水位 是撕上面這個虛線位 這樣就可以很快撕到 這個袋子已經開了 3 2 1 這樣才是搶口 這個就是個袋子 看到這個大小呢 是輕便的 好 我首先介紹一下這個袋子 這個呢 跟version 1大致上設計的樣子差不多 這個就是有個規口位 我們先打開裡面 全部都是那些氣泡 拔一拔,打開拿東西 然後放下就可以扣緊 如果你的袋裝得多的時候 就可以扣高一點 扣高一點 我覺得這個設計很帥 扣緊了 通常相機袋都有左右兩邊的開口 跟Version 1有什麼不同呢 Version 1是可以平的 這個位置是可以開平的 但Version 2是不行的 因為這裡有兩個拉鍵 兩個拉鍵的厚度厚 就開不平了 開得便宜就可以直接拿東西 但開不平的話也有好處 有時候你打折袋子 就不會一下子滑下來 如果這個斜斜的就可以頂住 這就是兩邊了 開到上面就變成這樣 是完全通的 你看到是通的 這裡寫著Pick Design 每天背包20L 這個就有它的圖 這個袋子的第二個 新的設計是什麼呢 有時候用的背包 放下的時候 去兩條帶去搖搖搖搖 今天加了什麼設計呢 就是磁石 你看到每次你不需要用這條帶 就可以直接自己黏住 而還有在背面 還有什麼好東西呢 就是這個有一個夾 這個位置有一個夾 它是給你什麼用呢 就是你平時搭飛機 你不用背著背包 有一個行李箱 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穿進去 行李箱的頂頂 這也是第二個方便的地方 背面這條帶的設計 是跟Version 1完全不同 它這個是柔軟很多 而且感想是窄一些薄一些 Version 1是很硬的 這條帶可能會沒有那麼舒服 這個帶就軟很多 背上應該會舒服很多 這個袋還有第二個亮點 這個亮點是什麼呢 它始終都是一部 給別人拍攝的袋 這個地方是給你擺電腦的 這裡就是後面有一個拉鍊 可以給你擺電腦 官方就說 最新的Mapopo 16吋 都可以放下 這個位置 有一個箭掌痕 它這個箭掌痕 是教你怎麼放進去 把你的手為電腦 放進去 就可以用來放 還有什麼新的特別之處呢 放進去 如果那天你放一些 小一點的平板電腦 你就很難進去拿 對 這個箭掌痕 拔起 你看到嗎 這裡寫著 如果你是13吋 就貼這個位置 15吋是下面的位置 現在是貼了如此 13吋 如果有15吋 你把這塊東西 移進去 移進去 15吋的位置 現在它的袋心 下面就可以讓你安裝15吋的電腦 如果你安裝小一點的電子產品 就可以推高一點 例如你把iPad 它的底部就在下面推上來 放進去 拿東西就會比較方便 照舊Pick Design 它的產品都是通常的 不過有很多不同的繩子 這些繩子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可以有些旁邊綁腳架 然後有些繩子可以幫你綁其他雜物 它周圍都有很多不同的繩子設計 或者可以在官方網站加購的繩子 可以再加多些不同的功用 這個袋裡面更加實用 旁邊有一個手柄 這個位置 上面左右兩邊都有手柄 有時候你這樣拿著都可以的 就是這樣拿著 或者這樣拿著都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旁邊這個袋 即是平時放在碎鬆 或綁腳架的位置 還有一條繩子 我相信這條繩子 應該是給你綁腳架的 我沒什麼試過 應該是插腳架之後 就包住它 另一邊呢 就有第二條繩 那這條繩子是什麼來的呢 這條繩子就是你上機 如果你有買pre-design這個手帶的話 它就可以快拆 即是這個旁邊沒有記憶 就可以拔出來 所以就拋回它 這條繩子就跟上機手帶是一樣的 這顆東西 它都是跟其他其他產品都是通用的 就可以拋到別的地方 上你的手機 這條有第二條 都是跟旁邊那邊 應該一樣的繩子 放到裡面 那這些呢 但是都是陌生的 如果你對於相機袋 那這個是什麼設計呢 剛剛拔出來 那這個設計是很有趣的 它是可以 給你放大型的東西 一塊過 如果你想放一格格的 可以揭開它 一格 然後這邊都可以開一格 即你可以變成這樣去裝東西 是非常實用和方便的 那這邊就有很多的粒圍 那它自由調節這三塊板 黏著我 甚至你想要一塊 不想要其他那些都可以的 自由擺放 到旁邊 旁邊呢 它都有一些格位 也都可以讓你放一些 可能小件一點的東西 硬幣包 充電線 尿袋 另一邊都是一樣的 而下面呢 都是有一個拉鍊位 跟旁邊的一樣的 那這個就是黑色的 它今年還新出一個是藍色 現在很多人都說很漂亮 也都瘋狂被人搶散 我一開始打開藍色給大家看 不過 代理那邊就說沒有藍色 那就不要緊 因為我都喜歡黑色 黑色都挺漂亮 在底部呢 就兩條繩鉤 那都是大家可以上去 它這些不同帶 這些不同鉤 是有 給你不同的功能的 那大家可以再上去看一看 那你可以見到這個袋 大部分的格 都不是用拉鍊的 而是一些攝石 磁石的功能 那只要你拿完東西之後 然後呢 拍回去就會自己黏住 那用完之後才發現呢 原來PT3的背囊 就不會好像其他背囊 那樣 那兩條背囊很容易翹幾個圈 那相對上呢 就會帶來不少的方便 另外我發現 背囊左右兩邊 比你放水樽 三腳架 或者是雨傘 那個位呢 它是非常之緊 所以我每次放水樽的時候呢 會非常之不方便 要用其實幾大的力 才可以按水樽進去的 就好像另一邊啦 你見到是非常之用力 才可以把水樽拍回去 這個袋的表面呢 亦都有一些滲水的物料啦 我剛剛把水倒進去背囊上面呢 你可以見到 那些水是順著背囊的斜度而流走的 而不會流入背囊裡 導致裡面的東西濕透了 那這也是我一個很欣賞它的地方 這個袋呢 正在上是非常之靚仔 又硬正 實用功能非常之多 有很多不同它自家這個品牌的設計 那你說價錢上呢 就大約二千多元 那這個價錢就看一下你那一點 如果你真的很滿意它 其實是值得給這個價錢買一間 之前是初創公司 是網上眾籌的公司來的 都我覺得OK是值得的 因為它整個設計是在這裡 然後質感非常之好的 感覺到很硬正 還有我最喜歡這個扣位 那有些什麼壞處呢 那如果你不算價錢的話 我認為的壞處就是 慶民有很多人反應呢 特別黑色呢 是很容易脫色的 那所以呢 我遲些都要找人拿回 噴劑、清潔劑 噴一噴回去 就確保它的顏色就沒有那麼容易脫了 還有這些扣位呢 因為始終它兩個都是金屬的位 你扣得多可能會脫色 你看到已經是磨了一點 那自己用的時候小心一點 不要那麼大力 黑色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真的脫了色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一些黑色的筆塗回去 那都可以填到的 如果大家想一起交流呢 就可以在這條影片下面留言 就可以說回你對於這個袋子的評價 或者你用過 未用過的個人感想的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的話就記得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下條影片喜歡 就是這樣 拜拜